近日海岸线交警大队民警日常巡查时发现 有三个人在黄海西路的这段马路中间 拉起了警示标志 忙得正带劲 发现路上有三名工人 用喷枪 铲子 还有刷子 对路中间的双黄线 实线进行损毁 并使用利钦进行涂刷 未将这双黄线改成双须线 三个人先是用喷枪融化 再用铲刀铲去双黄线突出路面的部分 最后用利钦将铲去的部分涂成 跟黑色路面相近的颜色 为了达到以假乱真的效果 三个人连大气瓶都搬到了现场 阎某等私人的行为 属于私自破坏交通设施 这个违法行为 是错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大陆阶段安全法第99条第一款第七线之规定 考虑到他们的破坏行为正在实施阶段 没有造成严重后果 公安机关依法对组织者杨某 徐某 处以2000元罚款 对另外两名工人处以1000元罚款 二万人称呼的 感骨和粮线新隙 谢谢观看 请脱转